来泰国读研究生 来泰国读大学 究竟是值不值得呢 这个问题很多小伙伴都在问东东说 当时这个问题的话 你问我没有用 值不值得 只有你自己才能去考量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要自己去思考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读研究生 读硕士的目的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泰国曼谷教授的东东老师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我是无法回答的 值不值得 但是我觉得研究生 如果说你有时间 你有精力的话 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做一下的 要去读一下的 这个是教育投资 是投身我们自己 这是终身受益的 不管你走到哪 什么国家去哪里 你的学历都是在你身上 别人拿不走的 然后有人说 哎呀来泰国来东南亚 都是水硕什么什么的 这个 虽然说这个市场行情有可能这样子 但是也并不说那么的水啊 还是可以学点东西回去的啊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有一位小伙伴啊 我自己给他申请的一个小伙伴啊 就和大家来参考一下啊 他是在国内 是有名医生啊 在体制内的啊 大医院里的医生啊 但是呢 他就是想来泰国读研究生啊 最后呢 选择了读工商管理啊 去了非常知名的一所 天主教的一所啊 大学啊 私立大学 那那个 我就问他 之前我一种问他 我说你值不值得 你要不要来读 现在落学通知数上下来了 面试上通过了 但是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还没有交学费 对吧 那你如果说你不值得 你我跟你去说一下 不去读了 没有关系的 我说你要想好 你这份工作啊 干了这么多年 在医院里 也有这样的一个头衔 对不对 工资也不错啊 待遇也不错 那你以后出来之后 你要持质量 对不对 然后又开始新的人生 你来到泰国 人生地不熟 啊 你以后要重新找工作 等等等等的一些问题啊 他跟我说啊 那我也思考了很久啊 他说自己 活了这么多年啊 这工作 每天 经历了重复的东西 也累了 我就有一句话 累了 不想再继续了 这个真的非常触动到我啊 然后我自己 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真的 就是说每个人经历不一样 我真的不可以 用我自己的思维啊 去说你不要那么做 不好不好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啊 我说你既然决定了 那你就自己就冲吧 他自己心里很喜欢泰国 啊 也想换个环境啊 也是啊 我们人的一辈子啊 就这么长 为什么不去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 啊 不如说我一辈子只能在这个地方啊 我也可以跳出去 谁知道呢 有好有坏 但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不后悔啊 当然我这不是鼓励大家要干嘛干嘛 哈 就是说 那个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那我就是自己也在想啊 我 嗯 会不会做 如果是我 我可能还迈不出这一步啊 但是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决定啊 值不值得 人生是自己的 对吧 那也 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跨啊 面试的时候老师都觉得很惊讶啊 你为什么来读这个啊 其实都有跟他说 他自己可能也是思考了很久 每个人生都有每个人的路啊 要走 我们不用去替别人去担忧他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做出决定啊 都有自己的生死储虑啊 并不是说 呃那个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 所以说生活的压力都有 但是 可能每个人要走的路也不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 爸妈妈想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长大之后可能真的是做 但是真的说自己是喜欢的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喜欢的 一一辈人一辈人传线了啊 就按照固定的模式啊 这样走下去 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人生的问题啊 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啊 在国内读还是出国读 不管是欧美国家 还是来东南亚国家读 我觉得提升自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管是哪里啊 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啊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 啊 以后再和大家聊吧 啊 就是还有好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我觉得真的还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以后再说吧 拜拜